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覺得應該不算幼稚 應該算是保有赤子之心 我覺得有赤子之心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讓很多人更堅持下去 他原本應該有理想跟創作 跟創意 因為小時候有時候都有一些天真的想法 像我小時候就想要當科學家 不過我當不成科學家 因為我沒有人聰明 所以我轉換成當藝術家 所以我覺得幼稚型 其實這件事情可以讓人家 更追求自己想要的夢想 小時候家裡是開電動間的 投幣式的電動間這樣子 所以我對人家印象很深 每次寒暑假 放假的時候就從早到晚 放學一起來回家衝到家裡 然後開電動玩具 跟朋友一起打電動 我覺得那是最開心的時間 我覺得那個最快樂的時間 應該是把它呈現出來 讓大家分享 尤其是那年代電動玩具 就是很簡單的 一格一格的這樣 沒什麼突然 可是卻那麼好玩 這次最主要是以爆炸這件事情做主題 就是玩電動玩具 然後就很多打飛機遊戲的時候 不會常常被打爆 然後還有一些坦克大戰 以前小時候的遊戲 都是一些點證做成的遊戲 然後被打到爆炸 就很像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在科技爆炸的年代 我在做一種就是科技爆炸的感覺 這樣子的創作 然後就是除了這些以外 它有做很多系列 例如像我有個系列就是 遊戲迷彩的系列 就是 有點打電動最常遇到就是卡帶有沒有 插下去 然後沒插好 它就有點當機 然後怎麼樣都收拔 然後還要吹一下卡帶 然後再插 這種感覺 然後我就把那個畫面 那種卡帶沒插好那種感覺 把它呈現出來這樣 然後加入一些我喜歡的元素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創作 不過剩下的時間就拿來打電動 尤其在沒有靈感的時候 打電動是我最好的靈感